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公諒 我是林子彤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的走勢 見到近晚美股三大指數齊齊創收市新高 但港股今早高開12點之後很快就倒跌 再次失手10天線 恆生指數最重要跌過百點 跌143.27828點 跌幅大約0.5%左右 國企指數最新跌75點 1萬1169點 大市成交開了一個多小時 最新成交有289億多 這一節我們請來Stanley和我們聊 Hello Stanley 你好 這一節當然要說說蘋果概念股 因為昨晚新iPhone出了 其實新iPhone的設計和之前傳的都差不多 沒錯 講回一點點 將會用一些無邊框的全屏幕機面的設計 以及會移除了Home鍵 技術上方面有沒有一些新的突破 算不算有驚喜呢 有些朋友說很失望 失望嗎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你今次剛剛去公佈這些功能 基本上跟之前大家所聽到的差不多 因為如果你看回iPhone X 這件事 最主要在星期六的時間 開始傳出來 應該星期五晚的時間 就叫做傳出來 講回iPhone X 這部機器 以及有些什麼新的功能 但昨晚公佈出來的消息 其實你看回就差不多 跟之前提及到的可能是大同小異 比較特別一些 好像4K電視 和iPhone Watch iWatch 可能那些會比較新一些 但是純粹說那些電話 你說是不是很特別呢 我覺得市場的反應 就不一定是看得到這樣 當然啦 你說作為一些果粉 基本上 是不是都買 是不是都買的 你會出部機 可能沒什麼特別功能都好 都會照照買的 不過就是今次iPhone X 那個售價 因為你看回現在 那個我叫做 因為它有兩種的 一個是64GB 一個是256GB 那64GB的話就好像 那個叫做起售價 就是999美金 那你應該保持149美金 那基本上 銀碼都不算是低的 那所以你說 究竟會不會好好賣呢 我覺得真是良體 但是 你也可以說 iPhone 8本身 那你又出了一部 叫做新機 但是那個的風頭 有些被iPhone X 就要掩蓋了 所以作為一個用家的話 如果你解釋 要換機 那你究竟要換iPhone 8 還是再等久一點 換iPhone X 真的都是 我想比較難抉擇 但是你說 對於蘋果來說 這部新機 我想市場那個 接受的程度 現在就 我想還是比較觀望性 比較重一點 因為如果你以一個 比較實際一點 即是不要說那部機 回到 昨晚蘋果的股價 你見得到的 基本上出現了一些 就是那個法會 公務員出來之後 反而那個股價 跌了下去 就是說 大家似乎對於這些 新的產品 都有一些 要失望 好啊 你都說 那些人經常說失望 但其實那些果粉 都是照買照炒的 沒錯 還有那個定價 現在都說貴 即是出貨量 即蘋果 如果看蘋果的業績 會不會都有些少少隱憂呢 有兩體 是的 因為它之前 蘋果出了一個 叫做 新一季度 一些出貨量的參考指標 那當時的量 都是OK的 都是比較多的 那當時大家也都 預計了 就是說 基本上可能 新的iPhone 都真的會推出市場 當時令大家 釋除了這個疑慮 那你說今次iPhone X 現在去到預計 是11月會出貨 10月份 又可以給你訂購 基本上 我跟之前大家的預計 有少少落差 即今次的時間 可能比較遲 當然大家可能擔心 是否那個 出貨量那邊 可能有少少的 叫做出了一些 阻礙 因為之前都傳過 就是iPhone一些 手機 因為它本身 有一些零媒件 還是出了問題 所以變相 又是出貨量 會慢了 有機會短缺 所以我都不可以排除 這個可能性 但是對於蘋果來說 如果你假設 如果之後出貨量 那邊 可能時間比較遲 甚至乎 那個量是比較小的 對它的股價 是一定的影響 好啊 昨晚Apple的股價 都是要倒跌收場 有些分析 就說 新iPhone的銷售收入 未能夠趕及 在9月為止的 財政年度入帳 所以就令到股價 有少少影響 但是其實 我自己想一下 只是推遲入帳 不是完全收不到錢 最主要是因為 你說iPhone X 這部機 當然你說它有賣點 因為現在 你說這部iPhone 或者iPhone 8 iPhone X 也好 它用了自己的GPU 即是自己圖形的處理器 還有就是iPhone 8 基本上是 它有些強化 AR的功能 另外也是 iPhone X 裡面 有這個人工智能的芯片 之前華為的手機 都是主打這件事 現在iPhone X 都有這件事的要素 還有就是 有面部的識別功能 有這些新的功能 如果以剛剛提入到的 AI芯片 基本上 蘋果自己介紹 就是 相比前一代的芯片 性能的提升 是兩成半至七成的 即是你可以說 基本上 那個芯片速度 會快很多 變相處理一些 可能3D 一些圖像 方面 的芯片速度 都會相當顯著 不過 無論如何 你說現在這部機 大家都未見得到 看看出來 大家的試用 反應是如何 不過 價錢方面 真的不算便宜 我想大家都會想 買一部手機 例如 你解設 iPhone X 256GB的銀碼 成萬能一部手機 我想大家 雖然說果粉 但都要留意自己 負擔的能力 行不行 好 之後又說了 蘋果的概念股 今早前 都有一些沽壓 看看優太 今天最低 都跌到14.12 剛才我記得看到 跌半成左右 高位電子也有跌半成 瑞星和順雨 都要跌下去 但現在水星和順雨 彈上去 水星還升到2% 即是現在 蘋果的概念股 如何部署好呢 一部電話都出來了 是的 還有一些 猜不到 明明跌了下去 如果你說跌 這一下 我都猜到一些 我昨天都和大家 有分享過 就是說 見乾死 其實出了一個 新 即是出了一部蘋果手機 應該按道理 這就是急升的股份 有些回吐 都很正常 但見到這個好像瑞星 甚至是順雨這些 現在這個強勢又回來了 即是想買貨的話 都唯有真是 真是 挨聲客氣 這天真是 但撐得好 如果今天 他們為何會升的原因 最主要是 好像有些大行 好像富瑞 就預計 就是說 因為現在 蘋果 都有一些設備 升級了上去 都會導致到 很多其他公司 都可能要跟隨 這個部分 即有機會 連他們都可能 設備上有些升級 所以對於他們這一群 比較是手機設備 這類公司來說 都是比較受惠的 但是你說股價 沒有了 如果現在再升上去 好像是順雨 即我經常說 他再回 我就想買一些 順雨 但都沒有 其實都不肯回 所以有貨的 建議大家 那你再 拿上去 但怎樣都好 我覺得有錢 都見到就收 不過順雨本身 之前那天的出貨量 其實那邊是理想的 所以都是 如果要回到行業裡面來計 這次都依然是我們受損 好啊 我們來看看 個別那些 蘋果蝗電股的 一些股價表現 優泰暫時跌3% 14.84 高位電子 4.43 跌3% 瑞星科技 升大約1.7% 142元 今早早都穿過 就是140元 這些位置 順雨光學科技 最新是119.8 升幅1% 這一節 和Stanley談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供股份 我真的沒有 好啊 謝謝Stanley 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Stanley會解答大家股票上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打來204-6566 和我們談談 我們稍後再見 回到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再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把問題 電郵去到 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 6374-4502 和我們談談 這節我們繼續 有Stanley和我們在這裡 Stanley你好 我們這一節 不如先談談汽車股 今早早段 升勢也有在 特別是華晨中國 現在都升大約3% 沒錯 賽馬一個月的新高 那些汽車股 之前有個消息 就說大陸可能會禁止 或者將會全面 不給一些傳統能源汽車生產 所以之前的新能源汽車 被亞迪都炒上來 但今天傳統的汽車股 都升得不錯 兩看 因為如果你看回現在 傳統的汽車公司 好像東風這些 都沒有太多特別升 吉利又經過之前的急升之後 現在都好像又回回 都沒有太大的方向 另外好像你說 廣棋這些都是升8%一作緊 即是華晨 就比較特別 升8%3.5% 其實汽車版塊 大家都知道 我本身都是看得比較中性偏淡 一直都是 但你說在汽車股裏面 看得比較樂觀的 都是華晨 大家都知道 這一陣子 如果再追到汽車股 我都說追到華晨 反而別想 如果以之前的時間 有一個環保 那不是環保 那是對於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也好 甚至對現有的汽車發展也好 因為那個好像是公信部 他好像是說 一些傳統的汽車 即是用油發動的汽車 基本上之後就會禁止 其實這件事本身 就不單是中國 如果你看回其他的國家 例如你說 印度 法國 英國 荷蘭這些地方 基本上全部都定了一個年限出來 基本上就是在2025年 2030年這些時間 都會完全禁止 再用這個我叫做 燃油發動的汽車 這個最主要也是 可以說是環保方面 比較大的關係 我們這方面 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好的 不過你說究竟 什麼時候才做得到呢 甚至乎那個時間 我覺得會很漫長 因為如果你看回數字的話 現在中國方面 每一年 可能你說 如果以上年的時間 全年汽車的銷售量是多少呢 2800多萬架 但是你說現在 每一季 就是以上一季為禮 即是第一季為禮 即是第一季為禮 今年中國裏面第一季為禮 那基本上 新能源汽車的賣 是多少呢 是五萬多架 那基本上 你可以反映 其實那個佔比 基本上是很少的 所以你說 要去到一個 完全取替的時間 我相信真的會很漫長 不過當然要做又沒有做不到 還有因為很多公司 好像你說以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比亞迪 比亞迪做得比較多 這叫新能源汽車 但是你說以吉利為例 吉利在2015年的時間 公司也提出過一個 叫做藍色吉利行動 當時他預計是 好像到 不記得哪一個年份 他希望那些車 有九成半至上 都是做一些叫做新能源的汽車 就是要向這個步伐去走 所以你可以說 這是大勢所趨的情況 但是短期的時間 這個因素 我覺得 似乎炒得太過勁 就是已經炒得太過癒 所以你說這類的汽車股 就好像你說 比亞迪這些 現在不再追著了 這一陣子太誇張上來 所以你說等機會 再無處回到未遲 嗯 除了汽車股 剛才按下按下 看到水泥股 原來都很厲害 海螺升大約3% 中材升6% 中建材也有6% 左右的升幅 金魚那些都升3% 這個水泥板塊 之前內房都炒上來 現在是不是炒完內房 就炒了水泥股 我又不擔心 這個水泥板塊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看回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可以說是水泥股的旺季 你說水泥股的價格方面 依然有機會可能會再升 你說看回之前的時間 因為建材和中材那邊 有些合併的消息 這個板塊只是炒上來 但對於他們這個合併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比較中性 我看的不是那麼樂觀 所以你說如果選擇這個板塊 都是選擇海螺會比較好 好啊 另外又要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我一定會問你行刺 我也想到你是 不是啊 我想問你 她這次破獎二萬八個機會 因為其實有個專家跟我說 今天很重要 為什麼呢 她說今天是第三天 看看她站不站得找二萬八個 她說站不穩就會落二萬七千五萬 那我就想問你 我今天 其實她破獎二萬八個機會 有機會大不大呢 我會這樣看的 我有些不明白 為什麼三天不破二萬八 就一定會落二萬七千五 你看我也不會這樣 我也很少這樣說 但是我想跟李小姐你說吧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市場現在是 就是要升上去這一刻 或者這一樣東西 沒有一個催化制 就是說你說現在 那個廣告很有趣的 你說之前那陣子的時間 大家炒上去那陣子的時間 有些什麼消息呢 你來來去去炒業績的因素 或者是這一段時間 或是電源政治 舒緩了 所以沒有什麼 但是怎樣都好 業績期已經炒完了 即是她升上去的時間 要升的都已經升了 但是反而你說短期的時間 那一段時間大市 我覺得是有個 即是有機會 有些調整的空間 但是說真的 你預算是不會多的 即是二十七千五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支持 但是我的理據是什麼 就是因為沒有 你下星期 你聯署局那邊 有個意識的會議 縮表呢 事在必行的會做的了 但是究竟影響是多大呢 即是對於那個環球 環球的金融事序 影響有多大呢 這個是要再忙的 但是有一個變數 甚至你可以說 現在一個廣股 那些什麼催化劑 會令到市場推上去 其實就是看A股的表現 因為A股 大家可能比較少去留意 現在 但是不要忘記 它那個兩龍的業務 整一整一整一 現在很高的了 去到九千七百幾的水平 應該是連續 九個月的升高 即是意味著 A股的行程 其實是不差的 如果你假設A股 真的有些比較好 表現的時間 反而反而 A股好的時間 拉動版廣告這邊 可能會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你說 李小姐 如果你想做淡的話 現在這些位置 我不反對 你說可能過去 二三八點跌幅的話 OK的 但是又要買A股的變化 因為一帶A股轉強的時間 我都有說過 是不會差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 可能買落的話 你自己都要小心點 好 李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你 你只要看它的圖 110的位置是否有阻力 你只要幫我看就可以了 即是現在它在下面 是啊 如果它衝上去110有個位 即是這個位104買 就不值得了 但是李小姐 熊正那些說 這些衛生工具 不能看圖 不能看圖 是有得看的 好難的 那我看到它150的位置 已經是做了個頂 很難看 因為看圖 它跟普通的看圖 是一樣的看的 你只要這樣看 總之就這樣看 110也是有個阻力 你只要這樣看 不要理會它的控制 你只要這樣看 它普通的圖 是不是110有個阻力 如果你硬去看圖 即是這隻一隻 我回答你 是的 但是說一句 這些看圖 真的有個意義 為什麼這麼大 小心點 好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亦都希望你 可能緊守 風險管理 各方面 另外Stanley 我們又回答 Email方面的問題 好 有位黎先生 想問386 他就5個白買的 現在有利潤在手 但都想問一下 上網可以多少呢 如果你是以石油股去看 我是看得比較悲觀一點 就是看得比較審慎一點 因為為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新能源汽車 其實新能源汽車的掘起 對於油價是百害而無法理 你想想 如果這樣算 意味著 之後很多汽車都不會用油 如果這樣算 對於石油行業的影響 是很顯著 大家可能要想想這個狀況 所以對於油股 我自己的看法 是不樂觀的 所以有貨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 不如考慮一下 既然有錢賺的話 先沽下去 好啊 另外也有位家庭觀眾 在電話旁邊等著 電話旁邊有廖先生 廖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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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好 我想問問那隻410 有沒有貨的 4.4買到的 OK 廖先生 有些好奇 為何你會買這隻內房股 我會貪他的顏色 顏色高 對 沒錯 其實如果以一個收息角度 這隻是可以先拿著 因為SOLO中國和其他內房股有些不同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比較多一些出租物業 租物業比較多一些 而且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回報 還有一件好處 你覺得是對的 就是公司本身的派息政策 是很慷慨 所以如果你按道理 你說買來放在收息的時間 這隻拿著它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本身 既然你這麼低位買了貨 收息的話 先拿著它 這隻不太擔心 甚至你可以說 如果你想看目標價 看高一點的時間 就先看5元這些位置 大到這些位置 我都會覺得 它的顏色還是比較高 所以基本上你拿著才行 真的無妨 好啊 多謝你的電話 Stanley 我們又回答一下其他問題 好啊 有位觀眾 鄭小姐 想問一隻狗倉 她是74元買的 她說現在應該先拿著它 還是找個位置 走一走 指賺指洩位 又應該怎樣定 我也覺得 其實有這個叫做 就是狗倉 拿著才是無妨的 因為公司本身 都已經有一些叫做 分拆的舉動 想去做這件事 其實對於公司來計 我覺得是好事 其實是好的 還有 有些陰謀論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因為按道理 假設分拆完出去之後 狗倉本身拿著的資產 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變相之下 有一個 就是之後 是否有一個叫做 私有化的憧憬 但是當然 你知不私有化 這個就暫時可以說 是言之上早 但是我覺得 是有這個的可能性 因為當你把這個叫做 就是 狗倉置業的資產 叫做分拆完出去之後 基本上 狗倉就沒有什麼 拿著手 所以 而且可以多 它好像都比較多的 叫做現金的儲備 所以 假設 真的叫做私有化完之後 公司 我覺得是有機會私有化的 所以 你有貨的話 不介意的話 考慮一下拿著它先 OK的 另外 有位家庭觀眾想問 2320合封集團 不知道 你有沒有研究 昨天就升到 五十二周高位 問一下 上網和指示題是多少 不過他又沒有說 他自己多少錢買 昨天也有個朋友 好像在Facebook Live的時間 有問過我的 但是 真的不好意思 我還沒有時間 可以詳細研究他 不過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開一開業績 現在看看 基本資料 基本上公司的增長 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時間 是做得不差的 是比較OK的 最主要就是看回公司 他最主要都是做一些 指業那邊 如果你看公司本身 都會做一些 雙的板子 以及 應該是雅通子那類的 他的業績方面 他的增長都是 今次做得不差 所以 都可能因為這個因素之下 對此 他的股價有一個 比較好的表現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查了一些 叫做指業股 所以他的價格都升了上來 不過 如果 你回到現在的升科去看的話 假設你有貨 你考慮一下 就先拿著 不好意思 因為 我真的沒有什麼 研究這間公司的情況 但如果你是回到指業去看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先拿著 不過 看一件事 成交量方面 你見得到 但升上來之後 成交量會縮一點 今天就未知 那個情況 但你只要可以說 你有貨的 這些位置 先拿著 但怎樣都好 我還是要訂一些指站位 如果下去的時間 去到今天的低位 大概 1.367位置 去指站位 但 這個股份 我都會再詳細研究一下 再回答你 在YouTube的頻道 再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另外 也想問一隻 1470迪達的前景 那我想問一下 上網和指竊 又是未知他有沒有貨 這個朋友 應該是 我懷疑是昨天那位 Facebook 那位朋友 因為他都是問我這兩隻股份 你說如果以回迪達 迪達也是 我都基本上 沒有什麼特別研究他 但我好像昨天說過 好像 我記得他問過 好像九毫四、九毫半這些位置 我會研究公司本身的業務 沒有什麼研究 但我估計 他的回購價 作價 應該是九毫半這個水平 所以你看到九毫四這個位置 都放了很多盤在那裡 基本上都叫頂住價 不會跌下去 如果你本身是有貨的話 都可以先以九毫四 一個參加價 基本上要不跌下去 但公司有沒有前景 我需要再研究一下公司的業務 發展線 所以這隻暫時都達不到 我又問一下 一些大隻的股份 就是平保 之前一直都在說 60元可以買 業績又不錯 還有可能看好A股的表現 但他落也落不到 怎麼控制 沒有的 其實你有平保 我之前和大家有分享過 有貨的 其實這隻平保拿著先 是無妨的 因為本身它的業務 真的做得好 業績真的不錯 反而這輪的下跌 反而是一個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時機 但當然 你看看A股的行程 我覺得A股又不差 但暫時有貨的話 每次就拿著它 不擔心 反而沒有貨 有沒有機會 看61元以下的時間 才再考慮 好 另外 看看內銀股 原來都跌了很多 拖累大市的元兇 建行 工行 現在都跌了百分之一 之前出完業績 內銀股 現在又應該怎樣部署 如果業績那一刻都沒有走到 持續到現在 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當時和大家有說過 因為本身 內銀股我看什麼 看額而已 當時我都說 如果它的息 只剩下4厘3 或者4厘4 這些水平的話 其實不應該欠的 我覺得是應該要沽的 但是相反 你說現在可能它的息 大概是接近5厘 這些水平的時間 拿著銀股 拿來當收息 又無妨的 因為我不看得那麼複雜 就是說 要再看看每一間公司 那些財務的情況的話 基本上 這個是公司的基本面 但是 你買老人股的話 大家都是打算收息 各國代替 所以按道理 如果你的假設 它的息 現在它會在這些水平的時間 反而我覺得是拿得過的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貨的話 有貨的話 就先拿著 好 這次和Stanley談到這裏 Stanley有沒有持有 上述投入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